Alright,嘿大家好,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日直播 今天是2020年的8月5號星期三晚上的9點28分 我們今天直播的時間算是非常非常準時 也沒有很準時,應該是9點要開始 好,飛到波爐說 我們今天要介紹Compound這個平台 我們原本想要介紹Set Protocol 但發現其實我之前Set Protocol的影片已經蠻完整的 然後我想說等我Set Protocol設好Trader的這個Account後 可以用Trader的方式來呈現給大家看Set Protocol的樣子 不然其實我在介紹也是大同小異 那我決定今天來介紹這個Compound 那Compound其實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但是它做了很多更新,然後有很多新的功能 從去年我們就介紹到現在 因為它是最早期給年化率高達20%在這個穩定幣上面 那其實現在Compound變成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算是一個槓桿的產品 如果你手上持有比特幣或是其他的比像以太幣好 對,那我今天會教大家怎麼使用Compound 然後Compound是什麼 然後Compound的這個代幣 治理模型跟它背後的代幣經濟模型 好,那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吧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那個介紹版裡面可以看到 我有把Compound的這個網址發在那裡 所以呢,Compound這協議裡面 現在大概有8億美金 差不多 它總鎖倉量是8億1800萬美金 它是現在排名在第二 最大的是Maker Maker已經來到14億美金 對,然後Maker鎖倉量是最大 Maker現在已經印了大概3.8億美金的這個穩定幣 帶這個穩定幣 那Compound是第二大 Compound來到8億1800萬 然後SynCatrix是第三7億2600萬 再來到Avid4億6800萬 然後Curve2億6000萬 對,那今天就來介紹Compound 我們看一下 Compound是什麼 Compound是個基於算法的這個抵押借貸協議 給用戶提供了活期的浮動利率、存款和借貸服務 用戶在平台中所借貸的代幣利率 由該平台的這個借款量和存款量通過算法來決定 所以它其實是浮動的 有時候高的時候低 這樣 然後平台會借款利息中的10%留作平台收益 所以不管它今天是1%或是10% 它會在這裡面拿10%作為平台收益 這樣 然後並剩下的利息分給這個通證的存款人 就是supply進去的這些人 所以它的年化率是這樣子來的 對,然後存款人會得到該平台Ctoken 這就有點像Curve的Ytoken一樣 作為存款證明 並根據這個通證不同 可以在平台借出Ctoken 對應價值的50%到75% 那其實現在Ctoken 從我們之前介紹已經發現 Ctoken可以在各大平台裡面存留 像Uniswap, Balancer到Curve上 這樣 然後借款在平台中 需要為它所借通證支付上問題的這個借款利息 然後同時其存款利息並不會受到影響 這時候用戶的真實借款成本等於其平台支付的借款利息 減去其存款利息 但借款利息提供不足 任何人都可以來發起清算流程 所以這部分就跟Maker一樣 它有這個Keeper的角色可以去liquidate 就可以去清算 那這就大概我們會解釋 有點像是如果你今天有1萬美金 你可能只能借4000美金出來 然後如果說今天來到一個清算的金額 就可能說 比如說你今天抵押的是以太幣 以太幣可能現在從400美金突然暴跌到100美金 那對方就可以來清算這樣子 參與清算的人整個過程中 會獲得系統提供5%的抵押物價格折扣作為激勵 以此保證Compion平台中的用戶 這個債倉可以得到有效清算 所以這就像是MakerDOT裡面的Keeper角色 就是他們的角色就是來確保這些債務是可以 這些抵押物是有辦法被清算掉 其實有一群人就是他設計了這個BOT 然後專門就是去抓這些Under Colliderize 就是地獄抵押物的這個 抵押物不足的這個清算這樣子 然後呢那其實好像獲利也非常高 因為其實有時候在大跌的時候呢 就很多時候是可以去清算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就Maker在3月12號爆跌的時候 就有一筆400萬美金的 就沒人去拿 因為那時候網路很塞車 然後就有人0元去把它清算掉 就直接爽賺400萬美金 好Combone本身支持很多這個平台幣 像是ETH.USDCUSDTBAT WBTCREP0X這樣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他的代幣 他現在市值是4億3900萬美金 20小時交易量在3470萬美金 然後呢他現在的市場在币安OK火幣 Coinbase Pro就是基本上各大平台都有 Kraken也有這樣 所以他算是第一個DeFi幣 上到這麼多平台上面 他最低的歷史價格是 在6月18號的時候是61塊錢 歷史最高是372美元 他一開始上的交易所就是 去中心化交易就是Uniswap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使用 大家到了這個平台 他可以選中文 所以右下角Language這邊就選中文 這樣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供應資產 我們在借之前的時候 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你可以先選擇你要放進的幣 因為當你要在借貸市場 借任何幣之前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供應 就supply這邊 所以我這邊已經先供應了一顆以太幣 然後呢 我的存款年率率是0.16% 然後分銷的APY是0.54% 因為假如我有存錢在裡面 就可以獲得Compound的這個自理代幣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些這個F&Q 然後我們再回去使用介面 我就快速講一下 So what else can I access Compound Protocol? 大家這邊就講 有什麼可以access Zero and Instadap都可以 或直接用Compound的這個website How does Compound Protocol work? Compound is the first liquidity pool instead of lending asset directly to another user you supply liquidity to a market and use a borrow from that market Each market interest rates are determined algorithmically based on supply and demand and interest accrue every Ethereum block There are no predefined duration or terms such as 90 days You can use Compound Protocol for as short as one block or as long as you like You're free to withdraw or repay at any time 這邊就講就是說 你在Compound上借錢 不像是平常在銀行借錢一樣 是有分這個償還時間 跟償還時間的這個每次的這個利息 Compound是每一個block 算是一次 然後你可以一個block 借完下一個block就還錢 或是你可以借了 然後等好幾個block都不還也沒關係 然後C Token What are C Token? C Token就是代表你的借貸證明 不管你今天是供應還是在上面借錢 How are interest rates set? Interest rate of function of liquidity available in each market and fluctuation in real-time based on supply and demand When liquidity is plentiful interest rates are low Liquidity becomes scarce interest rate increase incentify new supply and repayment borrowing You unlock to interest rate Expect it to change frequently 這邊就講就是說 這個利息是浮動的 然後是依照供應的 如果今天量很少的話利息就會非常非常高 如果今天供應量很大的話利息就會很低 但是如果今天供應量很大 然後使用量又很大的話呢 利息就很高 有點像我們上週在介紹Curve的時候 如果它整體的utilization rate超過50%的話 平常年化率就可以高達50%以上 因為它整體的使用率是很高 但是這個不可能會持續一年 它可能持續一個禮拜 這樣 Why is the supply rate lower than the borrow rate? In each market There is an excess liquidity asset supply versus asset borrow which allows you to quickly withdraw borrow funds from the protocol The interest paid by borrow is earned by the supplier of the asset Because there are more supplier the interest rate than earned is proportionally lower This is measured by an asset utilization rate Second a portion of the interest paid by borrow is set as a reserve which acts as insurance and controlled by COM token holder 所以它這邊就講就是說 supply rate跟會比這個bower rate還低 其中有一個部分就是這個支付的地方 就是你借的時候呢 你要付的這個rate比較高 但是有一部分這個interest rate 是拿到它這個所謂的這個insurance 就如果這個平台出現什麼問題的話 它有個reserve insurance 那其實像很多DeFi市場都出現 也是我們講說未來很可行的一個市場 就是像是Nexus Mutual跟Open 因為很多在DeFi市場 它是需要有個保險機制的 那如果今天它被駭客攻擊或被exploit的話呢 這個reserve就可以來做償還的動作 好這邊講 How is interest calculated? 這利息怎麼計算的 The interest rate you see in the interface are quoted as an annual interest rate Interest accrues each Ethereum block every 15 seconds Your balance will increase by 1 to 這是什麼 210萬 of the quoted interest rate 好反正它的這個利息是每15秒就變動一次 就是因為以太坊的區塊大概每15秒一個區塊 這樣 然後 所以 然後它給你的年化率是算一整年的APR 但是呢 它每15秒都在變動 所以 算一整年只是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這樣 好 security 然後這邊就是基本上講它的一些風險 這個secure compound有安不安全 然後基本上就是security很好 就是它被代碼都被審核過 然後就說price fee work 我這樣我們看一下 The price of ETH DIBAT REP are medium of prices from Coinbase Pro, Bitrix, Poloninx, and Binance denominated on Ether and posted on chain after percent deviation and asset medium price USDC and UCI are packed to $1 But security price changes are limited at a protocol level to 10% per hour Unless a manual approval is provided by a second offline address Compound is developing the open price fee to create a transparent decentralized realization Temper-proof price fee 好 Anyway 它這邊就在講說它的這個價錢是哪裡來的 然後 它講說它是從四個交易所上得來的 就是Coinbase Pro, Bitrix, P網跟币安 然後呢 它是以太幣本位來去計算 就這樣子 然後 USDC跟USDT是 直接把它控制在一塊錢 所以它是不用受到這個預言級影響 這樣 How can I view my balance without trusting the interface? OK 這邊就只是講說如果你不相信UI的話怎麼樣 How can I exit bonbon? 好 這邊講自理模型 我們來看看 Who control compound protocol? Comp token holder and delegate 所以這邊你只要有Comp token就可以做這個代幣機制管理喔 它其實在這邊有一個vote可以看就是投票 然後就可以看到一些治理方案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直接進行投票這樣 然後呢它說 So how does governance work? Any address with more than 100,000 comp delegated to it may propose government action which are executable code When a proposal is created, the community can submit their votes during a 3-day voting period If a majority and at least 400,000 votes are cast for the proposal This queue in the time-lock contract can be implemented after a 2-day waiting period 好 那就說任何人有10萬個comp token呢 都可以去做這個投票動作 靠10萬是多少錢啊 看一下喔 100萬 1000萬美金耶 是吧 10萬顆comp token 看我們現在是多少錢啊 131塊 1370萬才能去投票 Fuck 超貴的 然後至少要40萬票投才能做 然後它之後會放到一個timelock的合約裡面 兩天內就會執行 好 結案 我們來看一下這產品怎麼用吧 這產品其實超酷的 那我們之前就介紹過很多人 它算是最早期可以使用的DeFi產品 這樣 好 介面就是這樣喔 好 然後呢 你選擇你要放的代幣 比如說我現在選以太幣 我就可以 比如說最大隻我可以放48顆進去 因為這是測試賬號 但是呢 如果比如說我放一顆 它 我一顆現在是400美金嘛 所以我總共可以借300美金出來 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也可以提出我剛才放進去的錢 這樣 然後呢 我現在要供應才能去借貸市場裡面借錢出來 所以我比如說 我現在 假如說我要借貸 好 我要提供貸 我就可以在這邊供應貸 然後呢 可是我要做之前的時候 它是說你要先啟用它 那就是我要先在這邊 在這邊點啟用 然後點完啟用後 我要再選擇這個collateral 才能去在上面借錢這樣 那為了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先放了以太幣進去 所以呢 我們放一顆以太幣後呢 啟動 and enable 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借這7種資產 所以我可以借比如說 貸好了這樣 然後 貸現在流動性是2億2100萬美金 我也可以借USDC啊 USDC是1億700萬美金喔 所以我就點USDC 然後呢這邊右邊有個安全最高 這邊就是你最好可以借到多少錢 那你有沒有發現 一顆以太幣現在是397塊美金 大概400美金吧 可是呢 我在這邊卻只能借出240塊 那是因為呢 它的這個collateralization Ratio呢 大概是80 對 大概是80% 那這可以在這邊看到 就是它有一個這個 那這次die die我們也可以從這邊看 比如說我們點die 最高可以叫235 然後呢 我們從它的這邊看的話呢 它的利用率APY是80.42 所以說呢 如果我今天 這個會變成英文 它中文翻譯的超怪的 好吧 這頁好像不能變英文 Anyway 因為它這個collateralization Ratio 應該是75% 所以說如果今天 以太幣是100美金的話呢 你可以借75塊美金這樣 可是 你不會 不會是因為它抵押75% 你借75塊美金 因為 代表說如果以太幣跌一點點的話呢 你就有被清算的風險 所以最好是 75%的一半 所以舉例好了 如果今天以太幣是1000美金好了 然後呢 你可以借750美金出來 那你就是750美金的一半 那就是 就是 我想一下 300 腦袋突然變得怪怪了 等一下 75 出了 375 不知道我只要在想 375 所以呢 如果 如果你 比如說以太幣一顆是1000塊 好 你就可以來這邊借750美金出來 可是因為 它如果以太幣突然下跌10% 或20% 設置一倍的話呢 那你就可能整個被清算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你就要 控制好你能借出來的錢 然後確保說呢 在以太幣下跌的時候 你不會被清算掉 然後你可以在當下 贖回你的資產 做個例子 這樣 然後呢 你在這邊呢 可以看到 它現在的價格 所以 貸現在平均是1.02塊 它大概是其他穩定幣的 高2%以上 這樣 然後整個貸流動量 是2億1600萬 在這個 市場裡面 存款人是 11103 借款人數是 2086 每日支付的利息 大概是 113501 所以這個平台真的很賺錢 然後儲備金是 343702顆袋 然後呢 這個 儲量因素是5% 抵押因素是75% 這應該是 collateralization ratio 對 好 然後 喔這邊是供應啦 靠 想說怪怪 等一下喔 總借貸是 192 我覺得它中文 這中文翻很乖 Anyway 不是重點 然後呢 我們到這裡後呢 就可以去做借貸動作 那比如說我今天如果只是要借100出來的話呢 它下面就有介入限額1使用 如果我是最高的話呢 它其實不會把它用到最高 其實我可以寫到120 120 或是 啊 sorry不是120 我最高是可以到多少 oh my god 這個怪怪 200 然後 或是 300 300 就100% 這基本上不給它任何機會 290 290 290 98.65 這代表說以太幣只要疊一點的話呢 我就會被清算掉 所以說 這種情況下 你最好是這邊 大概在50%左右吧 所以你可以140 或150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借出來 然後借出來的話 你還會有一個償還的動作 償還就是你需要付這個 它的這個 4.56% 可是它其實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基本上是 在上面借錢還賺錢 對你沒有聽錯 在 在去中心化交易 去中心化的借貸平台 你借錢還賺錢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會賺兩邊的這個平台幣 一邊是 你要供應幣你才能 才能借錢嘛 所以你供應的這邊 你會賺compound 你借的這邊 你也會賺compound 但是因為 天下沒有白吃五戰 你做的事情是超額抵押 對不對 所以說你是把你的幣抵押進去 然後有可能被清算 可是呢 你在借的時候 你就可以賺compound 那 compound 現在年化率 這個應該是沒錯吧 這個 我把它改成英文 我有點看不到它 懂它寫的 這邊你可以看到 Distribution API 是8.25% 這代表說 你能拿到的compound 是比較多的 這樣 比起你要付的年化率 但是這前提是 如果compound 代幣不會跌 然後第二點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 你要還款的時候 在市場上 把compound的代幣給賣掉 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compound阿 然後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使用看 它現在是最多人用的 這個 這個 借貸平台 這個貸款平台 然後呢 很多人聽到就不懂Defi平台的人聽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扯,這經濟很像詐騙 當然其實不是喔,因為你是把你更有價值的數位資產做超而抵押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是因為你想喔 所有東西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主要都是匿名心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誰,他不知道你的學歷 他不知道你每個月收入多少,他不知道你旗下有什麼資產 所以所有人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基本上是平等的 就是一個地址跟另外一個地址 那這時候要怎麼樣可以做出一個借貸市場 就是要把你手上有價值的數位資產給抵押進去 然後借錢出來,就是這樣子 那這時候你會說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很多人他手上持有比如說以太幣跟比特幣 那最近比特幣跟以太幣都在漲對不對? 或是他未來可能會跌 那你不知道,可能你又不想把它賣掉 那你就可以把它丟到這個Campunk市場裡面 比如說我們剛剛丟了以太幣好了 我們丟了一顆,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你丟了一萬顆或一千顆 然後你想要拿一些貸出來做交易對不對? 所以說你就可以在裡面抵押進去 然後換比如說40萬美金出來好了 那這時候你手上是不是就有一些穩定幣了 那你就可以到FTX上面開,比如說槓桿 你可以一半看多Ether 然後另外一半看空Bitcoin 或是你可以看多Bitcoin看空Ether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一部分是因為你在這邊借的時候 你已經是抵押你的幣進去了 如果今天以太幣突然暴跌的話 你要償還的資金還是一樣的 所以說你看空它的話 你會...你只要算好你看空的金額 可以償還你在這邊借貸的加上利息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Ether贖回出來 那如果說...所以你看空又看多 那這時候如果它變成漲的話 那你賺到你的這個...你這個FTX上看多的這邊的錢 那看空的這邊你就被清算掉 可是呢...因為以太幣漲 你在Compound又可以借更多錢出來 就是這樣 然後它一樣是超越抵押 所以你就算...那它跟在外面借錢不一樣嘛 就是你不想還就可以不用還它 但是你的抵押品就永遠在那裡 然後另外更酷的一點是 之前大家應該在Curve上面看到 它怎麼做出這種超高年化率嘛 那這種超高年化率的地方就是它一直串平台 那大家剛剛有看到它有這種東西叫C Token 那C Token就可以把它拿去... 比如說放在Balancer上面 然後賺Balancer的年化率 我隨便舉個例子 像最近就在這個... 呃...我把YieldFarming拉出來好了 YieldFarming... 點Info 如果在YieldFarming.info隨便挑一個好 但是這些幣有些都已經很沒有價值了 當然我們隨便挑一個...呃... 我們就挑這個YFFI這個好 看一下喔 讓它跑一下 你這個人好 它之前比如說它的年化率是896% 它平均一天是0... 呃...平均一天是2.462 但是這代表說你的... 它因為它裡面的Total pool很少 但是呢...它們的這種做法 就是把各種幣串在一起的方式呢 就是...其實都是用這個Proof of Token嘛 因為比如說YCRV是你在... YPOR裡面提供流動性 才有這個幣 那你在Compound上提供流動性就有C Token 所以概念是一樣的 未來的Defi就是這樣串來串去串來串去 對這個概念不了解的話 可以看我之前的那個... 那個... Curve的影片喔 然後呢來了解說 它這個超高的年化率是怎麼做到的 我再把這個... 連結放在下面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看一下Staking Rewards 這邊看不看得到Comp這個 看一下看一下 應該是看得到 我在想 如果說... 應該是會有資訊出來 OK 在這裡 嗯... 所以它這邊就大概寫一下 你能賺的Compound代幣啦 那我們剛看的是利息 這邊也有利息喔 對 所以呢 你在這幾個平台上面 就是任何... 只要在Compound上提供任何一種 你都會能賺Compound這個平台幣 就有點像是你在 WiPort上面提供Token 可以賺CRV 你把CRV抵押在Balancer上 可以賺Balancer 所以你就賺兩個平台幣 然後呢 這個數字也可以算出來 再... 等我一下喔 最後幫你找一下這個 就差不多 嗯... Fuck 我想一下那個叫什麼 Prediction Market嗎 嗯... Yield Prediction Market 等一下喔 I remember 我記得那個怎麼找 嗯... 應該是這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真的要把這個工具都整理在一個地方 所以你們需要用的話都可以用得到 不然實在的東西太多了 好 這是Yield Prediction Market 這邊可以算你的Balancer Reward 然後也可以算你的Compound 怎麼計算Compound呢 很簡單喔 你就在這邊寫 我們剛才是不是放了一顆以太幣進去 所以我這邊就是一顆以太幣 然後呢 我借了多少錢 我可能借了... 呃... 我借了... 帶 然後我借了240塊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點左上角這個Calculate 他會幫你算你... 借一年能賺多少錢喔 認真喔 就是借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你可以... 一年內你可以得到0.14Compound Token 那Comp現在一個是138塊美金嘛 所以這樣值19塊美金 然後呢 你的Net Borrowing Cost是10塊46 46 所以說你要拿... 你... 做這個動作你大概可以賺到9塊美金 如果Compound這個幣不跌的話 Cost per Comp現在是... 呃... 74.86嘛 然後呢 你的年化APY在你的這個... Liquidity Mining上面 可以賺到大概8.86美金 這樣 所以... 呃... 你真正的Cost是在這裡 就是10塊46美金這裡 然後呢 呃... 年內APY是1.38 那這1.38怎麼來的 是因為你... 呃... 把錢... 把以太幣放進去 然後賺這個 那以太幣現在年化之前0.16% 但是你如果算上Compound的漲幅的話 他... 這就更高了 那更厲害的方法叫做... 無限貸 那可以在Instagram上做到 那那風險就更高了 基本上就是你... 把以太幣丟進去 然後你借了240美金的貸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你再把240美金的貸呢 丟到貸這邊再借... 錢進去 然後再借再借再借 這樣子的話可以讓你的利率用到最高 可是呢 他會有點像CDO中的CDO 就是... 就有點像次世代房屋風暴一樣 你變成次世代借貸 就是... 你的那個... 你的這個CDO... on CDO 又再包一個CDO進去 所以你下面如果包 他整個就會... dominal effect 那這麼做的人是... 重...重度去賭 Compound必漲 但其實Comp現在已經... 不知道 我覺得Compound要在漲 他這產品需要再進化 在Defense市場裡面 大家都笑他的產品沒有再進化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差不多就這囉 那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直播的話 記得追蹤小鈴鐺點開 然後如果你今天在YouTube上看 或是Facebook現在在看 我記得幫忙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這週五會抽獎 所以記得把他分享在PPT 微博 微信或任何地方 記得截圖然後傳給我們 就會有一票 好 那區塊鏈的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 帶給你最新的區塊鏈資訊 那我們... 週五見 掰掰